我今天就參加了蔡馬會街頭音樂系列的workshop 我的導師就是Shandy 其實在裏面我跟她的相處都很像朋友 其實她的教導是十分仔細 她是幫到我很多basic vocal的技巧上面 和發聲咬字錄音應該怎樣可以自正腔圓 或者怎樣可以儘量減低對聲帶的傷害 一些很實用很實用的東西 是真的在workshop學到很多 當中的學習其實是很輕鬆 但真的吸收到很多東西 是很實用的每一種 即是Vocal tone要怎樣發聲 喉嚨應該怎樣震動 或者怎樣咬字可以清晰一點 其實很多仔細的位置都好好地提點 我覺得很感動 SLM 我都很開心認識到這個小妹妹 她年紀輕輕但她已經很知道自己是喜歡什麼 除了音樂或者她的一些現在有的工作 她很藝術或者她也很有才華的小妹妹 我覺得她這麼早已經有這樣的採用 我覺得對她很好 我覺得蔡馬會街頭音樂系列其實是幫到我很多 因為不單止只是在我中學生奶地 好像扶著我一邊走 第二是真的多了一個平台去吸收經驗 香港有一個這樣的平台可以給到一些年輕人 或者不同種類不同文化的音樂可以結合在一起 然後是好像一種交流 可以在一個平台上 我覺得是一種很好的活動 我這首歌叫做 我再等一個人和我浪費時間 其實真的很坦白 我真的等一個人和我浪費時間 而當中其實在說的是 一個女生 其實我寫的時候 完全不知道那個男生是什麼樣子 但就是渴望 那個人可以和我做完 我寫的效列文字的所有東西 一個幻想 一個好像童話般的幻想 其實也挺荒謬 但是 對 想表達自己 漢望愛的那種感覺 過往的演出 都圍繞著 可能是 音樂比較多 但是其實自己本身聽很多種類的歌 但是我就 用這段時間去沉澱 我聽很多 Pose Rock Show Gates 很多電子類型的音樂 但是我在想 可不可以把他們運用在一起 所以其實這首歌 就加了電子的新元素 但是我也保留了一個 吉他主題 所以就踏上去 然後重新編了鼓 我就很開心 找到一些合作的partner 吉鋒有份去幫我一起做這個project 我覺得香港音樂 現在其實處於一個混沌狀態 沒有辦法不承認 就是歐美主流 主張整個音樂的去向 而台灣或者其他周邊的亞洲地區 都比香港快 所以 我覺得香港要加把勁 但是我知道很多身邊 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地去 嘗試不同的音樂 例如電子 或者實驗音樂 不同種類的音樂 其實都很多人做 只不過可能 很多不同多元化的人 其實在香港 如果一個地方 連本地人都接受不到 其他音樂的話 很難去傳揚 本身香港獨有的廣東文化的歌 因為廣東文化 其實要懂得很難 真的很難寫 但是又要怎樣在當中 找到特別呢 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tricky位 有趣的位 我再等一個人 讓我浪費時間 全部離譜 全部離譜過去 全部離譜過去 想不再倒影響 不想對你說 上一世的情果